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个人更倾向于战略采购和供应链金融 我相信我是一匹黑马 今天在这里找到属于我的伯乐 让我们一起快马加鞭 勇闯天涯 我猜你是个延迟控 非常比较在意延迟 但我其实更在乎是自身的才华 一个延迟控的女生找的应该是那种 长得帅的男生 所以一直单身嘛 然后我又看了一下你的经历上面写 你交往过的三个男朋友都不爱学习 喜欢刷剧和玩游戏是这样吗 是的 所以你是在说谎 并不是 因为是在上学的时候嘛 还是比较喜欢高高瘦瘦帅气 会弹乐器爱打篮球 那种的男孩子 现在呢 现在改变了自己的想法 现在喜欢什么样的呢 我喜欢能够和我自己有精神上的共鸣 能够和我一起努力一起进步的 塔利亚这些问题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但是找工作它是一件 我可以去追求去能够达到的事情 本科是哪里嘛 这个硕士是在英国华为大学 本科毕业于大连海市大学 其实我本科毕业之后 大三那一年 我先是进行了司法考试 学了一年九月份 但是没有考过 然后十二月份又参加了国内的考研 考的是法律硕士 考上了吗 考上了 考到哪里了 上海交通大学 多好的学校干嘛还要出现 但是我更加向往国际化的生活 我想走出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 你是拳奖吗 不是 家里出钱 对 所以说你能上一个这么好的学校 你非得耗家里的钱出国去英国读书 为什么呢 感觉英国雾蒙蒙的 每一位男同志都是非常的绅士 还是言之口 咱能说点实话吗 本来是一份多么完美的履历 那非得还花点钱出去 但是这是我的余见 个人余见 有一个非常好奇的心是非常正确的 要不断地去探索 才能感受到这个世界是有多么的美好 什么时候回国的呀 我是去年十月份 十月末的时候回国的 这半年期间自己求职了没有 有一直都在求职 一直在求职 就是不太顺利了 就是想找到更加适合自己 更加满意的 但是还没找到 对 因为很多国内的学生 他们都是六月份毕业 所以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求职的一个时间差 我们刚才说了 你本来有可能在国内上 上海交通大学 对吧 然后呢你现在回国之后 你发现跟他们竞争找工作 你还挺难找 你有没有后悔出现 肯定是会有过的 你还真后悔了 给我猜中了 但是换一种思维去思考嘛 上天为我关闭了这一扇门 顺便把另外一扇窗也关上了 没有啊 如果关上的话 我今天就不会站在这里 就会有这么多机会 你得感谢菲尼莫处 给你打开了这扇窗 对的 因为我大三的时候 就一直忙着司法考试啊 忙着考研啊 然后也没有去工作 没有去实习 所以我不知道什么类型的工作 适合自己 你上一份工作 在国内做什么工作 那是我找了一份 短暂的实习 采购相关的 那为什么没留下来呢 可能觉得自己 还是想找一些压力比较大的 大班很早 我也没事做 从来没有试过席 所以我并不知道 自己到底适合做什么 而这欠下的债 只能由我真正的毕业了之后 回国 再投入到无数应届生 一起去找工作的 竞争压力当中去 才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抉择 小培的上一份工作 是采购工程师 对 你采购啥 汽车零不见 是不是那个业务 还没熟悉就离开了 很大一部分是因为 我觉得这种工作 可能不是经常能出差 你想出差 我挺想出差的 喜欢出差 为什么喜欢出差 不可以全球地跑这样的 我挺喜欢的 还要全球跑 如果有机会的话 可能小培你这种性格吧 就是现在看起来你特别优秀 但是感觉跳跃感特别强 包括你选工作 觉得喜欢出差 就是我感觉是不是 比较追求新鲜感 如果说让你出差的工作 而且满世界跑 比如做旅游 但是跟你的供应链没有关系 给的薪水不高 你愿不愿意做 可以考虑一下 我知道他喜欢 沟通一下 好玩的他都想干 小培 我到现在也没看清楚 你的求职意向 我们感觉你的求职的 你要分步走 比如说近几年我想干什么 未来几年干什么 因为我只看你写的是 未来合伙人 这样啊 这样啊 来 说一下你的终极目标 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女性 其实在这里坐着 今天有一位我的奋斗的目标 谁 黑洞投资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之前看了一期节目 然后大家是应聘 总经理助理的职位 杨老师就非常诚恳地 告诉求职者 你需要脚踏实地地 一步一步地一步地来 瞬间她身上就在发光 对吧 对 第一次有一个女生 以你为目标 就是粉丝 我觉得更应该以 更严格的要求来 让自己更好 她们俩还是很像的 你看第一 都聪明 都是高材生 都可爱 说话不够脑子 第三 衣服品位差不多 对不对 第四 都有自己的小字情调 多言之口 她可单身啊 我也单身 她现在还单身 我现在也还单身 好 喜欢没有理由 但是我看出来 有一点特别不同 那谁 那小培啊 我觉得你很难成为 杨荣那样的人啊 你的玩心很重 而杨荣呢 为了事业呢 就是非常专注 刚才你说了 我也单身 她也单身 我告诉你 你十年之后还单身 你做得到吗 这也太狠了 她已经做到了 做到 那也是帽子还是帽子呀 这种感觉是 你很安稳的工作 总觉得不是太适合你 我做完这个工作 我去看看其他的工作 在这个城市生活下 在这个城市生活下 李雨昕的意思就是说 结合她选专业 对 因为她换得很 结合她选学校 她都挺在乎自己的个人感受 而不是在注重务实 从你的整体的感觉 我就想问你一下 你来菲尼莫属 不是真的要找工作吗 是的 您是一个优秀的 应届毕业生 那应该来讲的话 在市场上 应该是一个很 抢手的这样的一个人才 为什么这半年以来 就没有合适的工作机会呢 总是有哪块 不太适合自己 就像找男朋友一样 就是总是有 你把找工作 当成找男朋友 你当然找不到了 对不对 是这意思吧 你喜欢这个专业吗 挺喜欢的 来 第一轮选择修活流 还有市场的 天生我有财 就是从你上来到现在 坚持做物流供应链的工作 是为什么 你在这份工作当中 哪里得到了乐趣和价值 让你坚持专注做这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供应链 它是一个非常复杂 暴弱万象的问题 一个 而且这个工作呢 它不仅涉及到专业性的知识 涉及到与人去沟通 涉及到语言 涉及到文化 而且我还之前有过 而且我还之前有过一些法律的一些知识 其实我更多向往的工作呢 是会让我有一种游戏闯关 有一种打卡的这种感觉 完成了这一小阶段之后 就好像看到一个孩子 把他渐渐抚养长大 会让自己特别地有成就感 特别地有满足感 我特别想去过这种生活 可能跟因为学校培养的方式有关系吧 我们上课的时候 都是做一些小组的讨论 就相当于consulting这样的感觉 然后渐渐地通过上课之后 我就特别喜欢这个专业 特别喜欢做这些工作 后来我就决定 我要把供应链作为我的事业 其他的一些法律 金融 会计 都作为我的一些辅助的 一些兴趣爱好和知识点 来丰富我来完成 供应链管理的这一方面工作 因为我之前可能在大学读的时候 更多的是一种学术的思维 而并没有把它们应用到实践当中去 所以我觉得自己 还是非常有可塑性的 来 我们进入职场情商课堂 考考这孩子的情商 你认为这句话在职场中适用吗 在职场中有什么特别的含义 如果我觉得对方 有哪些问题做得不是很对 或者是说有一些地方可以能够很大的改进的话 我会和对方继续去沟通 哪怕他是我的领导的话 我也会用一些违反的方式提出来 假如说杨荣是你的上司 他做了一件不那么公道 不那么地道的事 你会怎么做 比如说我跟你说要给你这个发奖金 对吧 嫉妒奖金 但是后来我又到了发奖金的时候 我没给你发 那你怎么办呢 怎么处理呢 我可能会问一下 杨总是我哪一方面做得不太好吗 让您没有满意吗 希望您能够直接地指出来 让我知道一下 我觉得挺好的 我觉得它挺直接的 其实我觉得在职场上 大家都觉得可能对老板应该要委婉一些 不那么直接 但我觉得其实很多时间 我觉得因为你很多时间要花在工作上 怎么样解决问题 我觉得其实在沟通上 如果说尽量直接一点 是减少很多沟通成本的 所以我觉得他这样的方式 我是蛮欣赏的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叫白金法则 就是我们传统的沟通 就环金法则 极所不欲 勿施于人 但在职场里面 更有效的用方法是 对方习惯于用什么样的方式沟通 我们就用什么样的方式和他沟通 这和极所不欲 勿施于人是不太一样 实际上是比所欲 我施于人 就是要用同理心 更直白的话就是 道什么山上唱什么歌 我觉得他的整个回答里面 有直率 有委婉 我觉得这两点都做到了 其实是一个蛮适合跟人沟通的人 如果要是能够把工作和生活 进行完全地分开的话 我相信同事之间们 也不会出现太多勾心斗奖的事情 大家都是共同努力 公平竞争的 来在公司当中更好的工作 来 第二轮选择去过 一万 北京供应链的助理 我给你的职位是海外学校销售 是我们三七多这张家具 然后地点是在广州 东方给你提供的岗位 是全球的课程采购助理 各地点在北京 我们给你的薪资啊 先看一下是那个八千家 那个给你的职位呢是供应链的经理助理 工作地点在北京 可以提供住宿的问题 考虑一下 灭掉两盏 留下两盏 有请杨荣甲军弹琴不上感情 心酬还满意吧 要加吗 有个人既然喜欢你 你可以让他加点 是爱就要表达出来 杨老师 您怎么看 他已经加了 一万 已经加了 对 他很主动的 我不加 因为我会觉得他内心里边 他有一种 全场面试下来 我觉得他充满好奇心的 他愿意去挑战自己 然后就会过有压力的这种工作的状态 而恰恰我这个岗位会满足你 全球去找好课程 好 满足你的好奇心 江还是老的了 考虑十秒做出最后的选择 东方爱音 黑洞投资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黑洞投资 Gira 这个我特别想问一下 你是因为多了两千块吗 还是因为杨荣本身 给了你一种认同吗 因为我刚才在听介绍的时候 杨老师说目前他们的项目还不是很大 如果我在想 如果我现在加入这个项目 和他们从头开始做的话 可能项目发展大了之后 我会成为项目的一个主力的一个部分 好 出发 非常谢谢你 太远了 别动啊 别动啊 你们俩别动 这两人是有点像 你们俩个可爱失联拍好不好 两人一起 我们都不喜欢自拍 我们这个作为职场旅行来讲 我们更多还是要有内在 你说这句话不昧良心吗 朋友圈里面你天天发 想不刷你都奶 你好意思说这种话吗 谢谢你没有把我屏蔽掉 我今天晚上就屏蔽 自己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 很多上学的时候 不需要考虑的问题 我觉得在以后工作当中 一定一定要去注意 我进入企业之后呢 我希望就会像今天台上 所表现的一样 把自己全身心 投入到工作中去 因为是刚刚毕业嘛 觉得自己的头两年 还是会非常地有干劲的 像跟着杨老师 一起好好发展 谢谢大家